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东西就是 Eco Yap Eco Yap是来自根林奥沙巴的 所以以前我们顾客 我们的客户 都只是知道Desa Desa蓝色 Desa巧克力 或者是最近出了的Desa咖啡 可是在赶牌 最近 大概一年多两年 Eco Yap走出来 所以就发现以前我们喝的Desa 跟Eco Yap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它的味道是怎样呢 我喝一点 来给你们讲一下 它跟Desa不一样 就是 但是 它的味道比较Gid 比较Gid 一点 它的Gid muscle 是带有香味的 所以可能是 大家认为的 比较Fat比较多 油啊 脂肪的味道比较多 怎样讲呢 你喝了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脂肪的油 有油剩下 味道会过你的时候 你这样 这样的时候 压它的时候 它还剩下脂肪 这样 流进去你的喉咙里面 感觉到不错 然后它的味道 嗯 诶 味道很香 然后你喝的时候 你喝的时候 你喝的时候它顺着硬的 然后喝完进去了 它的嘴巴 还有剩那种奶的味道 还在 可是Desa就是 喝完进去 然后剩下的都是白水的味道 淡淡的 啪啪啪声 这样子 啪啪声 所以就 我觉得Eco Yap 不错啦 然后如果你要 泡米洛 还是泡卡夫 我觉得Eco Yap 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我不懂了 然后 现在的市场价 竟然是 好像是 它们的价钱差不多一样 都是6块 6块2 有些 外面卖的是6块4 这样子 嗯 我觉得 每个星期 你可以买3包 或者放在家 的话 睡前喝 是一个应该很健康 然后你有 买糖 可能你可以补酵 我觉得它 不单只是可以 帮你补酵 或者是 补你的 那个睡眠 可是 它的味道就是 可以给你 因为以前 以前我很喜欢喝酒 可是现在我就是 因为Eco Yap 来Diti 每个晚上 睡前就喝一点Eco Yap 让它的味道 陪你露吃 所以很好 完美 Eco Yap 好喝 所以你可以买的 现在市场 大多数都有 而且我发现到 把这个要补充 比如说在我附近的 这个市场 它都有卖Desa 和Eco Yap 所以你发现了 都是Eco Yap 不见了 然后Desa还在那里 我给你们讲一下 Desa Eco Yap 它有卖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有卖比较 小的 有卖更小的 也有卖那种 小孩子喝的包装 可以 可以查购 所以是有很多的选择 它只是出 白牛奶 它没有出 Joker 也没有出什么咖啡 嗯 所以这个视频 到此为止 我觉得一块 是真的好 没解开刹 谢谢大家